欢迎大家订阅星电视频道 总编辑时间亲切回应 VIP互动机会 快点加入星电视YouTube会员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初心没有精神价值才能重新建立一个所谓伟大的美国 美国怎样重新伟大呢 要找回你立国月本一些美善的价值 就不是一种自以为是、自大、霸权的方式可以让你更伟大 美国的起源主要是1584年 当时英国听到一个谣言 西班牙人在北美洲找到黄金之国 Eldorado 英女王阿瑟一世就派Water Village 来到新大陆 希望建立北美的殖民地 初期是失败的 直到1606年 倫敦有个Virginia公司 發动一批移民来到 建立一个据点 叫James Chan 建立英属的北美殖民地 例如为了财富 为了抢夺黄金和资源 这就是英国的殖民地 但美国的立国 其实不是单靠这些人 而是另外一批人 就是在1620年 当时一艘船叫五月花号 一批清教徒 逃避欧洲 受到皇后、贵族、国教的迫害 坐船逃亡来 美国希望能够建立一个 人与人是公平的、自由的 和是一个人民统治的民主政府 了解 美国文明有两种人去建立 第一批是英国殖民地派例的 那些都是军人、探险家、商人 都是一些掠夺财富者 但另一批人却是希望建立一个 较为理想的角度 因为受到压迫 希望有信仰的自由 有上帝的慈爱公义 希望有道德和民主的理想角度 重视道德、重视人性尊严等等 这两种人就共同建立了美国 但这两种代表了不同矛盾性的思维方式 美国早期都是清教徒的文化 影响相当大 所以Max Weber说到 其实资本主义 都是由清教徒文化开始 而清教徒文化的特色 就是希望通过有道德的生活方式 来建立一种财富 而这些财富 是可以帮到窮人 所以他要拼命的省钱 又要拼命的赚钱 省了钱就帮回窮人 因为这样做是荣耀上帝 能够关爱世人 所以他们以一种崇高道德去追求财富 而财富能够带来较公平的社会 这就是他原本美国立国的初心 而这种对财富的追求又符合 当时那些掠夺者 冒险家的要求 但清教徒多了一个要求 就是有道德去做这些事 结果后来1776年 代表革命成功 建立一个人人身而平等 和人有各种人权 希望有一个平等自由幸福和民主的国家 这就是美国人的真理 也可以说这是美国的一个伟大精神 这是他的初心 但美国这个伟大的精神 就有一个矛盾 就是因为立国之父母 其实都不是真是虔诚的基督徒 他们都是一些相信自然神教的人 所以他们并没有真正高的道德 所谓人爱、美善的追求 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 擺明要继续拥有黑奴 而且要灭绝印第安人 将原住民赶盡杀绝 这是美国立国精神的时候 大有矛盾的特色 而著名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 当时去到美国 19世纪 你发现美国人和西方、欧洲是不同的 就是因为他们并没有那些 皇后贵族的势力 他是将赚钱作为一种道德 令到美国人民有空前的自尊和自由 只要我努力奋斗赚钱 那我就可以成功 我不用跟从精英、权威、皇帝、贵族 所以美国人崇尚赚钱 但他又勤劳工作去赚钱 通过个人主义和民主的价值 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奋斗成功 这是美国人的梦想 所以美国不重视追求社会主义的公平 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平分财富 两方和欧洲的方法很不同 他重视个人奋斗而达致成功 后来美国获得一个很重大的机缘 就是他原本只占据北美洲东部 但后来中部的路西安娜 由法国控制 拿破仑买给美国赚钱和英国打仗 于是美国就抢夺了中部的大批土地 建立小物王国和棉花王国 其实他的土地都是原住民的 他们不管了 说抢就抢 而这些农业 只由美国开始有经济的繁荣 而且开始东部发展工业 以至到他可以慢慢的走去富强 然后有向西的运动 然后他再通过抢夺 将德撒斯州 加利福尼亚州 和西北面的西亚图一带 全部抢夺 将大洋的两岸打通 建立一个隔离没有敌人的强国的大国 而且他拥有所有资源 而当然原住民就任由他们的剝奪 而土地任由他们的抢 不过美国仍然有一个精神 就是他们做错都会改 例如以前是白人之常 但终于到1863年 林肯发表解放奴隶的宣言 因为他们承认过去 这些压迫路是不对的 华虽然承认 虽然他改了法律 但实际仍然是黑人 是受到很多压迫 要直到六十年代 二十岁六十年代 马丁路德金的人权运动 才争取更多的黑人平等权利 忠实到今天 黑人都不是得到很大的平等 当然原住民 是要做到二十岁 二十四年才有印第安公民法 而原住民被屠杀了相当多人 所以美国是肯改 大概之后 那些黑人或原住民 并没有得到很重大的改善 美国到今天 發展成为一面 民主自由人权 但一面很重视个人的权利 但由于个人自由 过分重视被我称之为 自我中心主义 所以个人自由扭曲成为自我中心主义 这个就是美国精神的扭曲 其次他争取财富 本来是一种 努力达出财富是对的 但是后来他将这个转 变成为一种贪婪的文化 另外美国也很努力 創新科技 但是創新科技 被扭曲成为军事工业 借卖军事的东西 来赚钱 所以要把他发动战争 獲取暴力 而民主自由人权 慢慢地被扭曲成为一种 新帝国主义的模式 就是借民主自由为民 其实去干扰 搞乱别人的国家 而非政府组织 本来是说慈善 但最后又变成 滲透别人 搞乱别人的国家的工具 这个就是美国的 原初精神 在21世纪的扭曲 美国也重视言论自由 但是慢慢地成为 一些大财团 和政府操纵了传媒 以至于言论上 基本上都不是完全 可以表达不同的意见 其实是有一定的 意识形态的控制 这都是美国今天的扭曲 美国原本的初心就是 他的个人自由 其实是对国家 对社会 对家庭负责的自由 而不是放纵任性 而不是破坏家庭 美国立国原本 都重视宇宙有 人爱和基本价值的秩序 人的自由 实际关爱他人 和探索真理 这是美国原本的精神 美国能否重新伟大呢 美国失去他的伟大 就是因为失去了 初心的价值 沉浸于霸权中的自大和傲慢 要改变这件事 重新的伟大 需要找尋回 他原本建立那种精神 能够包容和价值 容忍不同的民族文化并存 而且发挥 每种不同的人的特质和全能 是不能歧视人 这个原本是一个伟大的精神 美国必须要从自我中心主义里面释放 和西方中心主义 就是Western Centralism Oliver Suckel所提出的 就是不是西方很棒 也不是强国 因为强国人就很棒 而是要学习和别人并存 和欣赏别人的不同 所以这个未来世界 要建立一种全球文化的价值 就是学习不同的民族文化 是在历史上 各有各发展的价值 是需要彼此的形式 彼此的欣赏 彼此的学习 然后在彼此的学习中 大家共同存在 争取大家共同的好处 这个需要有四种 回复美国精神的追求 第一追求真理的精神 就是追求用理性上的大自然 和人民世界的那些规则 第二就是追求 美国建立当时的道德 就是承认人性 应该有些对美善的追求 应该有人爱的价值 第三就是重新建立一种 艺术上的美感 去欣赏到不同的美 然后第四就是 要实践到这些人爱出来 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和谐 这种真善美爱的重新 是属于全球文化的价值 如果你认为你代表全球文化 那你就不可能去建立真正的和平 就一定会和别人冲突 那如果大家有共同的文化价值 就是真善美爱的追求 然后彼此欣赏学习 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 否则呢 这些的冲突 迟早发生的时候 以今日人的科技能力 一破坏和平的冲突 将会是一个很悲剧性的后果 也讨厌 也讨厌 也讨厌